英超第三輪賽事 曼城大戰阿仙奴 今場都是司徒對決 阿迪達你可否生勝一點 試用三中堅可以嗎 還懂得扮代表的阿仙奴球迷決賽 隨著皇馬和巴塞的實力有所下降 西甲近幾年的增盤形勢很緊湊 馬體會上屆打破壟斷 拿到聯賽冠軍 今年可不可以衛免成功 至於維拉利爾 其實他們今屆都有份踢歐聯 所以貴前都很積極地去抗軍 今個星期維拉利爾作客挑戰馬德里體育會 哪一隊可以贏得球呢 Hello,我們出道踢前鋒 現在打防中的綜合節目主持人堅平聚員 黃總偉,Hello 我昨日夜觀星象 算到 今屆兩隊連勝球隊 利物浦、車道士 這個星期一定終止連勝 因為接下來是利物浦對車道士 我們正直看波波士MJ 歡迎大家收看 麥波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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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浦 金手大戰 利物浦 不是 不是 那是今週的其餘焦點 但今週有另一個焦點 就更加激烈 先說它 有機會 好像是科Sir說的 10場之內 就可能決定到今屆英超冠軍 如果車道士或是利物浦 主要是車道士 那麼順暢的話,如果開得很順暢,這屆冠軍也是他九成不打 所以這場是重要的,兩位利物浦、車路士,兩位都贏了兩場 誰能夠持續這個強勢呢? 最重要的是,那塊砌圖也找到,最後那塊砌圖 即是說說盧卡古、車路士 因為其實曼城和車路士在我心目中,我都覺得 現在轉回槍未完,但這兩隊我都覺得是差這個潛風 現在車路士就找到盧卡古過來了 所以最後那塊砌圖,我都覺得組裝上去 上一輪大家都有看,對著阿仙奴,即是立即入球 不好意思,阿佩茲,即是沒辦法,始終你看到盧卡古現在那個 他那個成熟程度比起… 在暖暖的時候 無論你說,還有英超始終都是以往 愛華頓、西暴朗,或者也是踢掛踢數 重新回來英超,又回來他以往 效力過車路士,盧卡古躺下去,其實不單止他 我覺得有些球員都可能會帶上去 即是遲些,看看往後的比賽會怎樣 就是當天武雲娜 因為天武雲娜可能… 很期待他的 對呀,擺他的單箭頭 你可能覺得他要多個球員幫他做掩護 或者引開對方的手仗 現在路卡古來,我覺得有機會帶上去天武雲娜 所以現在是一個幾贏的效果 雙贏的效果 今個星期,坐客對著離合鋪 我覺得…首先我覺得不會輸的 可以補到不白 車路士不會輸 是的 即是坐和網贏的 這個就是你心目中的… 可以 坐和啦 我也是猜打和的 是 好 我自己上場對手 看得多久 好,很清晰 視野都很清晰 真的都看到路卡古的實力 我聽可Sir說 未加聞之前已經說 其實路卡古真的很適合打車路士 可能你也有說慢亂的可能未必適合 但來到車路士適應力超快 純熟的程度 其實不單是他入球 或者其他入線做得很好 即是現在他厲害的地方是 但是我們… 一個後房… 即是幾個後房都搞不定 即是馬里那些走掉的位置 當然是我們那個… 後房線 是的,我真心地說 對抗性真的不太高 但他一個人是可以扯整條後房線 要去幫助 令到可能高華錫等球員 都有空位和空甲讓他走位 其實他的牽制力就大了很多 好的 是的 所以完全是覺得車路士 可能在這一頭幾臨 就真的拉開一點 再加上今場大戰 我相信杜曹 他也是一個算是… 我覺得在英超來說 是比較有他自己一套的一個教練 除了歌帥之外 壓力打也是 但是他大力太堅持了 杜曹好的地方 就是他懂得去改變一下戰術 對著不同的對手有不同的變陣 所以我今場也是會看車路士少少的 你猜 你猜… 佩茲真是在網上贏 是嗎? 你猜他贏 我猜他贏 但當然要留意利物浦 那麽雲迪即刻現在是出回來 真的嗎? 其實他說太猜不到這麽好 對 重生之後 是的 我都說他出生了這麽久 這麽久沒有出回來 怎麽都應該有些回落 可能第一兩場都看不到怎樣上力 但他上場打搬來都是… 即是覺得那些進入都幾靠他 那是相差很遠的 是啊 有看上兩季的利物浦 就知道有 雲迪即刻和沒有 雲迪即刻真的相差很遠 那這裏 我知道 上個禮拜大家可能被勞卡古震攻全球 其實我覺得 就算是阿超奧昨天也是這樣說 可能真的阿超奧問過後防線 未是很強技的問題 他們對著奔福特的前鋒 你都知道 都是不是太好 劳卡古好像如徐曉葵 究竟劳卡古在車路士或英超 是否真的這麽高的水平 我覺得有待觀察 那這一場我要唱反調 即是你問普 是很討厭 首先他是主場 雖然他表現上 可能沒有車路士那麽狂風掃浪業的姿態 但不要忘記他已經是兩年性 以及沒有失球 那他們的水準狀態 都不會被車路士弱 又有猛獎復出 真的相差很遠 即是一個有時限一發動全身 因為差了阿榮立即刻 其他人要補他的位置 那你找其他人補他的位置 本來他的位置沒有了人 真的相差很遠 還有最後一件事 我看到大家 我們看這麽多季的尼文科的車路士 近一二三 三季 他們大概對8場 對 利物浦無論在自己主場 還是在車路士的主場 還是在中立場 真的沒有輸過 要是最多是打和 其他都是利物浦贏 所以我這場就要猜利物浦贏2比0 以及做一做車路士的勢 還有今年大家都知道 有球迷入場 對 阿菲露的主場 利物浦不會出現上季 我們都很記得就是爆冷輸皮搬來 是 但你看到主場氣勢又回到 還有主力復出 還有前面其實 都是被祖達取代了他的正選位 另外 又被他現交 對 也有入球 另外中場的小將 這個夏菲亞利諾 其實上場 擺他出來踢正選 有時候放一些年輕球員在這裏 雖然你可能說經驗或者級數差一點 但你勝在就是有些刺激的元素 因為其實利浦整隊球的軍勇 這幾年大家都很熟悉 但你就是說 譬如前面三叻King是否滑了啞 但現在祖達上季來到之後 發揮很好 衝擊到主力位置 也有些中場的小將 譬如上季也有很多機會上陣 比如迪士忠司 還有現在的夏菲亞利諾 就是要多些這些年輕人去衝擊一下 令到整班球有些新鮮感 新鮮感 所以在主場的確 就算是對面超級 其實大家的狀態 在季初來說都算是強 所以我猜打和 我有少少長反調 我猜是0比0的 0比0的打和 我想大家可以檢查上季一些Big 6的對碰 當然我知道上季 今年是第一場所謂Big 6的對碰 對 上季很多Big 6 大家都猜它很開放的時候 突然有很多場 對 收縮 我也記得 變成了一場滿戰 既然第一場 沒甚麼想法 試試 0比0 剛才佩芝是猜到幾比 我沒有猜到 你還沒猜到 你猜車有時會贏 我覺得人的上限性率是高一點 但我又想提一提自己 《利物浦》 其實我們上次《封閉》節目有說過 阿樂 他之前少了他打後防 即是叫協防的工作 但前幾場看到他很積極地幫人協防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英格蘭 大家說欠位的問題 可能是太多攻中 他又要打後一點 所以會好很多 其實為甚麼要問貝芝是幾比幾 其實我都傾向是房中維說過的一圖 Big 6他們兩個領隊都可以老謀心算 即是高普 平時大家都覺得他有很多浪漫足球 可能會很開放進攻 我也覺得不會 所以我都是保守地 我猜是一個1比0、2比0之間去選擇 那我就選了一個2比0 那我就覺得似乎是 在這個穩定地去穩定地去 穩定地去穩定攻勢當中 利物浦的進攻球員 3x kick或者是祖達 可能會優勝過車路士少少 可以抓到1至2個車路士少少的破綻 然後就可以拿到1至2個球員 但真的不會多 即是不會是大家想像中 你進3球我回到5球 應該就不會 就不會帶上大落 即是主場優勢和近年對賽的往績 我想都是這兩個關鍵位 那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有入球 兩邊都有入球的效率 即是有前鋒 祖達也有盧卡古 但說多不多 可能真的有兩邊牽制著 未必會去到很盡 我覺得 強隊來說 大家拿一分 大家都覺得合適 保住不敗 起碼我們三個想法都相似 就是幾一致 就是未必會有很多球員 因為有時候可能 大戰 但有時候踢下去 大家可能先穩住 不想這麼多犯錯 踢得可能相對好手 即是排面看上去 人腳看上去 當然是很吸引 這場大戰 但看上去 節奏又會不會很快呢 尤其是 兩邊都有些不同 車道士其實杜曹都喜歡 控著球來踢 中後場慢慢做些滲透 慢慢做些猜拳 做上去 利物浦可能壓迫壓 都會比較強 強到上面 但始終 你說 還是第三輪賽事 未需要去到很關鍵 即是 重要關頭要拼除那隻 所以季初階段 未必多球入 合理 所以聽起來 就好像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時看到車友試 有時打和 有個玩樂浦 我們共識題 有球比較少 不過總結一下 兩個是鼓和的 其實最後 1比1 1比0 1比0 我估計 2比0 這一節就差不多 這個大戰 未必是 那種 大家互有攻守 很亮麗的那種 但都是有 很有味的那種 大家的戰術體系 看看我們估計的結果 又不是這樣 稍後回來 有另一場 都是大戰 再見 歡迎回到今集的 麥波多J 今場 到我的大戰 是呀 即是我都快要開始 了 慢了 是呀 上場 聯賽 都預計了 夏仙奴會輸 但 最主要是 希望阿力達會改變 因為他都打了4-2-3-1 這套方法 很久很久 而不去改變 即是 知道他們手上的人腳 是不足以 被他這樣 揮放 打4-2-3-1 但他又不肯轉陣 3-4-3-1 其實很多球迷 現在都是 有反對的聲音 是 加油 有反對的 是 如果被曼聯 一旦被淘汰 這樣也是 這樣也是 其實勝敗 乃兵加上次 雖然我知道 現在阿仙奴的情況 真的很不堪 但 問題是 你也要輸得 有些脾氣 也要輸得 有少少還擊之力 而且你比球迷看到 你有付出過 有努力過 有些特別的部署 想去爭取勝利 但 上場比賽都沒有了 任何環節都輸了 都沒有了 沒有希望 每一部位是有本錢 所以我很好奇 究竟佩茲會猜他什麼比數 其實我之前有說過 想阿仙奴都 輸過勁 輸過勁 再買些人 但他現在已經買了 他買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 是教練問題 我覺得已經不能斟酌 因為 或者是買人的問題 他不懂用 無論是後房的位置 他買了那些位置 但大家都說 其實他們現在禁止 整個轉目出過 一億多 去哪裏 其實最好用 就是那幾個年輕人 即是Sambia 那幾個 樂干加那幾個年輕人 反而他們熱身賽 或者是 那幾場都交到功課 但你說 奔偉子 他出了一場 我覺得都是有待心著 但那一場 你也看到他不是正常後房的表現 如果你更深刻的是 他五千萬買回來的時候 你會更加有期望 好像我下場都比他厲害 很差 很多鼓勢 如果說的話 我可以說一整天 我自己真的很奧怒 為何會買 即是你已經在疫情之下 轉目資金未必有很多 那你就用了筆錢去買一個 後備門帳回來 那我是覺得 那你是不是陣中 有一些其他 場區球員的位置 你又很滿意 你認為 門帳當然後備門帳 我知道都需要買 是需要的 但不是優先 還有 就是奔偉子那裡 剛才佩茲也說了 轉目操作 那樣東西 我明白 因為始終阿詩奴沒有歐洲賽踢 那你是不是說有些球星級的球員 又不是很肯來 所以你要退而求 其實這一點我都明白 但是 變了很多東西 你的轉會的計劃 和轉會的盤算 很急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很 要買 買 很闖絕 所以現在阿詩奴面對的困境 是場內場外 好了 那說回這場球 對著萬成 我覺得格局 就跟上個禮拜 對著車友是一樣 雖然這個金場也是作客 那我相信控球優勢 就放回了 萬成 就是擲中了 全面優勢 做了很多的攻勢 組織 控球 看阿詩奴可以頂多久 但我相信 我們在座三位覺得 以阿詩奴的後防 是沒有可能抵禦到萬成的進攻 就算你怎樣去加強防守 萬成都會找到你的破綻 就是關鍵 我覺得關鍵 是阿詩奴可不可以破彈 對 因為現在 那你有沒有希望的波彈給到他 我有 三比一 有希望嗎 有希望嗎 這個 入球方面我真的有點擔心 擔心 因為 我真的不知道哪個位可以有 奧迪加特 可以的 是你主要的球員 我也希望他有少少發揮 他也從皇馬來到 當然皇馬可能也不受重用 他來到 阿詩奴反而發揮得不錯 但我知道阿詩奴一直都崇尚 可能高位壓迫 但你知道他上場對車路士完全做不到 整個後場被人拿回來 所以 在這個問題上 因為哪卡又不知道能否出現 奧巴美揚狀態又不太合理 就算泰亞尼說可能有多合理 路維帶起球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 但他斬到前面的球 是沒有人接應的 問題是在這裏 所以你說那一球 誰進去呢 多謝你安慰我 是甚麼巴勒筋 都要斟酌是誰可以進到這球 是 沙卡仔 沙卡仔 我也希望放些信心 但你也很難要年輕球員帶起球 因為他現在最大問題是沒有大腦 自從大衛蕾斯離開後 我不是說大衛蕾斯 可能他有時操作 一些難節 還是怎樣 沙卡做不做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他在瑞士國家隊 是好很多的 但他來到阿仙奴 我不知道是後防 那個深度不夠 令到他也要有些腳陣 或者他自己轉身板 是 後面不可以 他就幫後面 但其實他也不可以 所以問題就在這裏 他又帶不起 這個問題也是很嚴重 沒有一個人帶著 是大件事的 是的 但我也挺想看他 輸獲金 即是多少都給多少 5比0 我越聽就 我覺得他要防守也要做到 即是要防守 萬聖 我都不知道 現在這個位置很坦的 我幫你 2比1 好嗎 對 起碼要回頭 我都有點信心 有可能 我都覺得阿仙奈是波入的 我猜過了 對 歌手又吃錯了 可能 應該不會吃錯 就算吃錯 他第一場吃錯了 因為他又不算吃錯 即是輸了給他一次 我覺得他那一場 已經馬上吞 然後下六指 那一場已經5比0大事 即是他雖然是輸比二次 但他的輸是大家看得 即是萬聖 你覺得是伏的 即是大家都是五球 大家互有機會有贏輸 不過對方把得好些 加上買了幾十里輸以為他 是的 也有些表現 但之後 現在有些表現 我覺得萬聖 防忠為的推演很接近 究竟阿仙奴可以頂多久 如果驚喜一點 會不會在這個 一開始 大家 中場未是太過優勢 送給萬聖 走上的時候 阿仙奴會不會有些驚喜 先入球 還是很快地 15分鐘 20分鐘 就先收一球 這個就會決定今場 究竟萬聖贏多少 我覺得現在有完 就說阿仙奴有機會破腦彈 我預計的畫面 就是萬聖 一早已經鎖定升局 後防放鬆那隻 然後萬聖 可能憑一些死球攻勢 或者很簡單直接的攻勢 可以威脅到 不知道怎樣可以讓他有一球 因為萬聖放鬆了 那阿仙奴就可能有機會破腦彈 所以就3比1 一個 我想萬聖贏 我猜很多球迷都會覺得 應該是醫療中試 只不過勝負差距是多少 所以我都說這場輸是醫療中試 但其實都挺希望看到阿力達改變 我每場都這樣說 就是希望阿力達試試轉三中肩 其實都不是你試過 試過 那時候利路傷了的時候 馬天尼斯他覺得不穩陣 他覺得他的中肩不穩陣 其實他現在也是不穩陣的 我不明白為何他現在不試三中肩 那陣子是打得很幸福 但是他真的很執著很硬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大家覺得不好的地方 他通常是換人 但不會換陣或換位 其實現在很多教練都有這個問題 不是每個都好像哥迪奧娜 我猜他這一場都不會這麼快轉到 都不敢 他之前都做過這個問題 所以看來這場 你心目中他的轉變和正面的轉變 又未必會出現 這一場就 勝負好像未開球大家都已分 但是我們大家的共識可能是偏多入球 我幫幫他 我覺得這個場面 可能會給阿仙奧少許希望 可能會兩例 可能是2比0 萬成 或是2比1 相信 這個會出現 然後好像有些緊湊的形勢出現 2比1 然後萬成可能去到3比1 4比1 所以這場就在4比1、4比2之間選擇 如果算分頭好一點 就4比2 阿仙奧也能入到1、2球 輸之中又可以有些輸到渣打 其實 現在真的是19 你說去到4球 會不會有機會去到4球 因為其實大家要看上場 阿仙奧對著車路士 車路士只不過去到下半場 因為已經很早拿著兩球優勢 其實都放慢了戰神 其實路卡古是可以入多幾球的 是啊 所以如果萬成真的很全神貫注 在領先之下繼續進攻的話 以阿仙奧的防守和抵禦能力 未必可以頂得住 而且我始終覺得萬成在中前場的進攻體系 還在 還在 而且會純熟過上場車路士 上場車路士也是打作客 而且又有盧卡古第一次踢正選 所以在前面的進攻 進攻組合是在調整 但萬成其實並非在調整 即使你說基亞列書 放下來 其實對於前線 甚至迪布尼那些 之前那兩場都有少少 可能狀態未適合 但到所有主力都出來了 其實前線當然依然有強大的功力 好啊 很好夾 那班前線球員 所以萬成的信心 我們基本上很少的比例 今場放在萬成那裡講 但基本上我們已經知道 他們的信心已經不用講 大家都心中有數 總結一下這一場 我最後選了4比2 配置有沒有改變2比2 需要選多一點嗎 2比2 選多一點嗎 輸多一點 輸多一點 我這個位置打算猜對 到時真的可以有逆轉的局面 會很開心 對 這邊可能猜對 那邊真的會贏 都難一點吧 打和可以嗎 打和可以嗎 打和真的難 我跟MJ都一樣 都是猜兩球差距 不過就3比1 你知道我不斷在說他的壞事 但我心裏都很想去 是的 但沒有辦法 好 給我們一個驚喜 這場是好時間的 星期六晚上7點半 可能吃著飯 很輕鬆地看 總之這一場 聖落 未必的 可能有驚喜 可能先入球 似乎是一場幾隻看的大戰 大戰的意思是入球可能多 這是今次這一場的總結 接下來我們轉一下英超 轉到西班牙 好了 回到最後一支 甚麼波都J 轉一下口味 講一下西甲 講一下我穿這對球 這件球衣的這對球 馬德里體育會 今星期主場對著維拉利爾 可能大家都未必回意的維拉利爾 或者忘記了 維拉利爾都是今屆代表西班牙 其中一隊有份參加歐聯 記得 記得 馬太太 不會不記得 對 成了歐巴冠軍 傷心屎 這兩隊都是歐聯分子 其實都是一個前列大戰 但今年的西甲 入球比較少 上個星期 十場西甲中 除了利雲特 對著王家馬德里 是3比3之外 其餘九場 總入球 不是一球 兩球 很誇張 入球是少 很誇張 好看的 對 馬體會 因為他們都知道 西甲哥爭管的形勢 是很緊湊 因為王馬和巴塞實力 有些倒退 馬體會 其實不是說他們實力有特別大的提升 而是他們 有些球員買回來 我覺得很適合 尤其是迪寶羅 這個阿安亭國腳 是很適合西蒙尼的風格 又可以打邊 又可以打中間 進攻防守 犯犯有 所以馬體會 你見季初這兩場 其實 基本上不用看 因為你都知道 風格是和早幾年 這十年八年 西蒙尼帶領的馬體會 一模一樣 反而維拉利爾 我就覺得 難搞一點 因為 今年要踢歐聯 雙線作戰 他們的前景會是怎樣 以及其實 頭兩輪賽事 他們都和對手打和0比0 所以我覺得這場 不過和對手 頭兩輪的對手 就不太強 那這場 作客對馬體會 我覺得 維拉利爾 都差一點 馬體會會是緊贏那種 1比0 2比0 都不是說 聽說比數不太精彩 可以分 介紹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介紹給貝茲 大家看不到 房中圍穿的衣服 他背後印的 剛才叫做菲律斯 挺帥的 我自己留意到 馬體會是出帥 我介紹給你 這個菲律斯 如果他有份出 都挺值得看的 馬體會是 是西格其中一隊 值得推介的球隊 我都挺佩服 斯夢尼 馬體會 我們剛才 在看馬體會名單 你都覺得 好像不太太 做剛才的陣容 即是說得出名的 可能比較為人所熟悉的 是蘇亞雷斯 或者剛才介紹的菲律斯 或者又看美洲杯 會認識敵島 其實都不多 但偏偏斯夢尼 就是很厲害 用一些很平庸的球員 菜 煮到很漂亮的菜式出來 所以想看馬體會 不過是時間 就是 趴人一點 趴人一點 這場 雖然我剛才說了很多正面的說話 但這場我是估計0比0 就是因為維爾里爾 兩場都和球 這場對著馬體會 作客 他不會亂來 都是偏防守 而維爾里爾 在我之前認識的西甲聯賽 他對著巴塞和馬 是有一手的 是不怕他的 是不怕他的 他在上季的西甲聯賽 作客馬體會 又是和局0比0 在往績 近況的支持之下 不想想 就是0比0 不過可能0比0 都可以有些精彩的看 例如是英俊飛 你也知道 就是看英俊 或者你看埋身肉博 因為馬體會這對球的風格 很硬正 單對單的對抗 對球絕對不會怕任何一個對手 是 但關鍵就是維爾里 因為我們預計 艾馬尼帶領的球隊 進攻應該是有些看頭 所以前兩場 對著可能比較弱的 愛斯芬龍和加蘭拉達 維爾里還是不能入球 我想如果你是維爾里的支持者 就會覺得有點失望 是 對 因為他有盡忠有個 挺好的射手 對 他今年還能入球 對 對 2027年 其實我覺得他會入球 如果這場 可能前兩場未去到很高的狀態 但維爾里以我熟悉的愛馬尼 可能他真的不適合阿仙龍的體系 對 所以可能他真的未教到什麼本事 但維爾里以這隊球 可能中游球隊 他反而覺得做得挺好 你知道他對馬尼也是歐巴 上幾場對車路士二身材 都一比一 然後打到十二馬才輸 其實摩蘭路也是入球 我覺得可能外馬尼會發力 會不會呢 馬體會 因為現在馬體會是否前鋒 只依靠蘇華雷斯一個 如果是他的話 會不會沒有其他板子 即是敢夠做 敢夠做 蘇華雷斯這兩場 都暫時踢後備 但也有出場 不過我猜可能狀態未夠 因為他也有踢美洲火加盃 所以他回來歸隊時間 可能遲些讓他休息一下 先操練 這場會否復任正選 我就不知道 但其實其他球員 例如安祖哥利亞也挺健身的 但你看回之前那兩場 你也想像到 都是一球二兩頭子的那種 還有他們 如果你被馬體會領先之後 你真的很難逼得進去 不過問題就是 剛才庫芝有說 維拉利對強隊是真的有一手 英超有幾隊領教過 車友士和馬聯 之前都保住不敗 另外 即作為馬體會應該是強隊吧 這樣就要 這樣就要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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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形是能保持得到的 我覺得維拉利的隊形也是有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被人拆散 對上季還是差勁 完整性也是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維拉利沒有那麼差勁 這場有多差勁 這場很差勁 不過你也好像猜0比0 1比1那種 對 你猜輸入 我自己猜2比0 但不算很有把握 我剛才說的1比0、2比0之間 因為維拉利上兩場 始終對的對手是 互級分子 中型班 對馬體會作客 我覺得他們總有辦法 可以找到一條鎖匙 可以開到你的門 而且有些兵器是未出的 例如蘇瓦雷斯已經連了兩場 做後備 在進攻上 我覺得斯蒙尼這一兩年 都多了 例如三後衛 或者我看他的換人 你查一查就知道 很奇怪 有很多換人 就是會把陣式和人腳 很多調動都不是位換位 所以我在想 有些新搞作 即是換陣 多了很多想法 所以我想斯蒙尼 帶領馬體會 今年有一點新氣象 厲害 有些刺激了 是 我心裡想問的問題 是自己回答了 我想問他馬體會 有什麼值得推介地方 給大家看呢 你這個簡直是 我還沒問你 就回答了 你現在猜他是2比0 我猜2比0 他沒有什麼質疑 就是這個水準 是這個表現 不如也介紹一下 我們不算很熟 有什麼可以介紹一下 可以給我們不熟悉西甲的球迷 有什麼看點呢 有看點 首先 他們今年 剛剛 一個多星期前 破球會轉換費紀錄 簽了單組買荷蘭逆風 2300萬歐元 其實2300萬歐元 對於這類西甲規模的球會 很高的 和破球會轉換費紀錄 逆風來的 那就是荷蘭逆風 因為 看看他這場 會不會有機會出場 另外 後防有個通天老官 我看到艾瑪莉都很器重 就是科夫 科夫就是以前 踢熱刺的阿根廷後防 可以踢閘 可以踢中堅 可以踢防守中場 都很難打 但我略嫌他有時 操之大業一點 所以就 看一下 操野一點 看會不會有王牌 對 另一件事 要留意 為何說 戰程未必是 踢得很開放 在某程度上 因為馬體會的足球 或者馬體會的風格 比賽有很多停頓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 技術性犯規 對 所以當一場比賽 這麼多停頓位 自然戰程又不會很可觀 所以應該是偏小 偏小入球 對 因為你這麼多沙石 你打疾了道氣 兩邊都建立不到氣勢 我覺得 我們大家就這麼想 沒錯 我就是煮王中維 推介這麼多東西給大家 但我還是告訴大家 這場比賽是0比0 是 入球是少的 好了 來到這個尾聲 這場比賽 我總結一下 我是0比0 王中維是選擇 大體會贏2比0 1比1 共通點就是 入球少 對 說完整個節目的三場比賽 總結一下 有沒有哪一個 最有信心的推薦給大家 我又不想這麼刊減 萬成贏 對 大家萬成贏 萬成贏 我最有信心一定是 馬體會一場 入球不多 入球少 我的最有信心是 萬成入球多 這一場 我當阿仙奴未必是輸定 但入球也會多 總的入球 我猜到4比1 4比2 所以對他有信心 多 我上次見主 就是努卡古 研究我的後防線 我猜努卡古入球 努卡古入球 努卡古首名入球 對 努卡古首名入球 OK 好 這個節目來到這裡差不多 希望我們猜球 順順利利 大家看球就看得開心心 除了是7點半的晚成 來到12點半的利物好車道士 4點在場 西甲好球 大家看球看得開心點 這期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